观众朋友们好 这里是加国之声 我是赖建平 今天是2020年5月25号 盛雪你好 建平好 观众朋友好 盛雪你好 这两天在美国 我也不知道是在纽约还是在华盛顿 这个举办了一个研讨会 它的名字叫做大流行病政治研讨会 那么我呢 不是纽约不是华盛顿 是在网络上 在网络上 对 应该是在网络上 对 那么这个研讨会呢 我看了主要是有两个人在网上发言了 一个是胡平 一个是张博树 那么两个人的观点呢 有一点针锋相对的意味 那么张博树呢 他是抛出了这么一个观点 他说美国不能被批评 中国不能被表扬 他提出了一个疫情分析的 显择性漠视 按照张博树先生的观点呢 他就认为在我们这个 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个 或者叫反共人士这个圈子里边 他认为啊 有一种倾向 这种倾向的就是所谓的一种 选择性漠视 那么他认为这是一种 极端的跟这种所谓的选择性遗忘 这种心理现象呢 正好相反的一个心理过程 一个心理现象 就是说当你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中 因为你呢极端的讨厌这个专制政治 专制政权专制暴政 所以你会对他呢进行一种全面的否定 你对他的任何的 哪怕是在客观上专制政权 他在国家治理的过程里边 有一些好东西 有一些符合社会需要的东西 那么你也会有意识的去把它无视 就根本就看不见这个东西 那么相反的 对相反的在对于民主制度呢 他再差再烂 你也认为呢 他是百分之百是好的 你在心理上 你无论如何 你不冷心 你不会去心甘情愿的去承认 民主制度下 存在任何的失误 或者任何的不好的东西 或者说是这个不足的地方 所以呢他认为呢 在很多我们这个阵营的人在看待 在分析中国的这个抗议和民主国家的抗议的过程中 也存在这种现象 所以他提出了很多论据 这个论证过程 就认为呢 比如说很多人认为中国这个封城那是邪恶的 是不对的 是不好的 所以你这个不分皂白的加以批评 相反呢 他认为呢 美国呢 这个乃至整个西方 他们控制疫情不利 导致这个疫情泛滥成灾 那么但是呢 我们这个阵营的人 几乎就不会去批评西方的这个抗议不利这种现象 并且呢 他把西方抗议不利呢 归结为一种主要是美国的选举政治和政党竞争的一个 一个很坏的一个后果 一个恶果 那么胡平呢 正好是相反 他就认为呢 中国这个政府隐瞒疫情是导致西方抗议不那么有效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他认为美国也好 整个西方也好 这么多国家同样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所谓的疫情发展的很快 很像这个这个这个比较超出能不能预期 那么他认为这种现象普遍发生 绝不是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群政治人物 因为是政党政竞争或者说是这个选举的这个产生的一个不好的结果 相反的他是归因于就是因为中国政府 特别是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当局隐瞒疫情 所以呢导致了西方这个瘟疫的大流行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看了这个他们的视频吗 我呢一开始昨天是突然看到了这个视频的一个截图以及这句话 我当时就在推特上我就发了一条推文 那么这个推文呢我说 我说这做的是什么鬼学问 不批评人我指的是不批评个人 我不是批评一个张伯树先生本人 我说只谈这个学问 我说美国怎么不能被批评了 美国被美国人美国媒体中国人中国媒体全世界天天批评 美国是遭骂最多的 那中国怎么不能被表扬了 中国被他统治下的所有的国人和所有的媒体天天表扬 被所有被他影响渗透收买的机构和个人整天表扬 那么我呢当时是没有看这个视频 今天其实是在您的建议之下我看了 我呢有相当多的感慨 首先刚才您也一直在说 他认为我们这个阵营 其实这个泛泛的这个概念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说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个体 那么呢这样的个体是要批评谁 要表扬谁 要看重谁 要看清谁 或者是要推崇谁 不推崇谁 都随他们的变 因为呢确实 这个自由的知识分子个体 有完全的这样的自由 而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其实在很多很多年前 我说很多年前 我在1986年 我写过这么一篇文章 当时讲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那后来我在1994年的时候呢 到了加拿大是在当时的民主中国上 是重新改写了一下呢 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 这当中呢最重要的 我可以我刚才把这个 从我的那个推文当中打印出来 因为我的那个文集又打开了 我说1965年 美国的时代周刊 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认为 知识分子必须 知识分子应该至少有三种功能 即向暴政挑战的勇气和能力 抗拒暴政恩典 宠爱笼络的勇气和能力 即在思想上 指导一般大众的智慧和能力 那么其实这一点呢 虽然现在已经是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 但是呢 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 应该说在性质上 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那么今天中国实际上呢 很难说有一个知识分子群体 有几个这样的独立的知识分子 个人也兴许能够算得上 那么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呢 在看待一般性的问题的时候 都挺难跳出这样的一个怪圈 就是呢 虽然他们已经和这样的一个制度 专制暴政的制度 已经是拉开了距离 已经挺不容易的 有了一种离心离德的这种勇气 但事实上呢 很可能仍然在他的这种意识形态 以及他的这个价值观的大圈里边 并没有出来 因为我们不仅仅在这一次这个 疫情的问题上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呢在中国很多相关的问题上 包括维吾尔问题 西藏问题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法轮功问题 这个地下交付问题 很多这样的问题上 都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局限性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疫情的问题呢 其实我非常想说的是 今天我们去评价中国 如果我们自认为我们是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这个群体 就是范益的这种民运人士 以及民运的这个周围的支持者 那么我们就是没有必要去表扬中国 因为中共这样的一个专制暴政 他已经让他自己的这个权力 权力管辖范围之内的所有的人 所有的媒体 所有能发生的个体 所有能够发生的群体 以及他的这个势力范围所能覆盖的 全世界的这些话筒 都已经表扬过了 我们又何必需要去天上这样的一份力量呢 而事实上 今天我们看待中国 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说 你比如说 ASIS 其实他在占领了一个新的村庄的时候 他这一次做的还不错哦 他居然没有像上一次进入这个村庄的时候 把所有的没有带黑杀的女人都杀光呢 大家会觉得这个评价是一个有意义的评价吗 我想应该不是 对吧 那么因为大家呢 已经是认同了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就是ASIS 他的伊斯兰国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一个政治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政体 今天的中国其实相比较于ASIS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不过中国要比ASIS更加的伪善 更加的狡猾 更有能力 在世界上更有影响力 而且呢 他确确实实还有相当多的人数 是在这样的一个政权的控制之下 成为他的受益者而为他说话 所以看待中国这一次对疫情的处理 我不认为民主人士应该为中国说话 你的意思那就说这个张伯树提出的这个命题啊 其实是你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对吧 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你想想看 这不是伪命题的问题啊 就是说现在他的意思是说呢 一个理性的见钱的追求普世价值的人啊 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理性的能力 就是说专制制度里边有一些好的东西 或者说专制政府如果有某一次做了一件事情是不错的 比如说有效的抗击了疫情 那么这个时候你即使是反专制的人士 也应该承认他的这种抗议的有效性 相反对民主制度他做错了什么 你也应该批评 不是的 首先OK 首先在美国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在欧洲也好 在任何地方 包括在中国 看见美国做的不对的地方 那批评的声音本身就是呈现上来 因为呢 事实上在美国的 极具批评精神的美国人 对美国政府 对美国总统 对美国的社会的任何问题 他们都会非常容易马上就提出批评 而这一点我相信呢 很少能够有人反驳 因为这是个事实 对吧 包括美国的媒体 美国的所有的媒体 他有各自不同的立足点 不同的关注点 不同的他的这种政党色彩 不同的位置 他们在美国的任何的一个社会问题上 包括政府的制度上 他们都会有千百个不同的角度 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 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而且呢 在一个西方国家 我们在加拿大生活这么多年 政府做的好的地方呢 其实很少被人称赞 反而是如果你做错了 那批评的声音就是不天该地 当然了 如果作为一个在美国的独立知识分子 要去批评美国的话 我认为非常好 是吧 我非常支持 但是呢 把这个要作为一个 对整个的一个反中共暴政的阵营的 作为一个标准 拿出来说 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事实上呢 除了我们这样一个极其少数的 被称为是一小撮的 这么一点点的人 是敢于在民主国家反中共暴政 那么呢 又还是没有 真的连这个批评中国都没有足够的时间 因为中共做的恶 真的是庆竹难输 我们都没有时间 去把它细化 我们真的拿不出什么时间来 要去批评 美国在一个具体的事实上做的怎么样 对不对 我不好意思 我得打断你啊 这个就是说 我们是要讨论的问题 有点弄拧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的是一种叫 事实 或者叫实难 事实上存在 你说美国政府 客观上是有这么多人在批评他 对吧 各形形色色的 方方面面的 他的本国人 外国人 政府的 民间的 个人的 这个组织的 什么人对他普遍概念的批评都有 相反呢 对中国的赞美也是 对吧 是 我 这个是一种叫实难 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现实 张伯素的提出的命题呢 是叫做英难 就说作为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人应不应该是这么一种方法 就是也应该去批评美国同时呢也应该在中共做的对的时候去表扬中国 对是吧 事实上他是他是提出了这个命题因为这在这个问题上呢我坦率说啊我在相当部分程度上呢我是认为他这个原理啊是对的 为什么呢比如我们平常在谈这个跟一些人网上交流的时候比如说才谈中国人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啊我们就 就美人会会会拿出论据嘛有的人说是因为太危险了高压了欺骗了洗脑了但是呢我如果我要提出观点 我说我们也得承认客观上中共这么多年了让老百姓的很多人的腰包鼓起来鼓起来很多人的安于现状 他们呢跟养猪一样的扬起来了那么这个无疑在客观上是会让相当一部分人呢认为这个制度是好的 所以你认为是应该由你现在所说的这个例子去表扬中国政府吗 不是 我的意思啊 我们比如说我刚才如果我在跟你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做一个分析的时候 当我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马上你就可能根本你就不能接受你认为我在替中国政府说 在在替专制制度说好话 因为你认为这种东西不存在的 你是在你认为呀 那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在这一点上我跟你没有分析但是 我的问题是你认为我们应该去为中国政府 把中国人像猪一样的扬起来之后他们很满足这一点去表扬中国政府吗 我们不是去表扬你又搞出了命题了 你听我先把话说完 我都要告诉你的命题就是说 当我们分析比中国人为什么不起来反抗的时候 这么多中国人我不反抗 我认为现在制度是好的 那么我形成这个看法总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是 或许是我有我有什么既得利益 或许是我我就是愚蠢 或许我我就是被收买了 或许我就是因为受到了恐吓了对吧 但是我的意思呢 客观上有一种人呢 他就这么认为 我现在过得比较好多了 我很幸福啊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是这样去表扬中国政府 表扬专制 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承认 有这么一种人存在 你不能说因为 这个 对我常认有这样的人存在 我从来都承认 但是我的意思啊 就很多人呢 一听到这个说法 他马上跳起来 你是在为中国政府 说好话 你是在 对也有这种 比较这个 简单粗暴 你明白意思吗 所以我的意思呢 就是张伯树提出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普遍的原理 专制制度里边 他哪怕是 一万分之一的 里面他毫无疑问 专制制度 里面是有一些高效率的东西 民主制度里面 是有一些 这个不不仁义的地方 对吧 所以呢 作为一种原理 也就是作为这种应不应该去 是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 对 就是中共事实上 不仅仅是在这一次疫情期间 他在很多的地方 他都表现出了一个专制制度的 这种极高的效率 比如说包括2008的奥运 那么中共一直以此为自豪 而也引得很多很多的中国人 以此为自豪 以为自己跟着中共这个政权 就得到了全世界 这个整个世界的尊重 那么甚至包括呢 在这之后中共 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机会 包括什么 世博呀 包括这个 亚太经文会呀 等等等等 但是呢 仍然是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得到再多这样的机会 我们作为一个要推进中国自由民主 人权的 阵营的人 就是不应该在这些事上去表扬中国 所以说在2008年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出来反对北京奥运 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 不管中共 他在这些事情上 他做的 被人们看起来是多么的成功 但那个 那个最 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放弃 就因为 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制度 而不是在他做的什么 某个事情 被外人看起来 好像还挺 还挺漂亮 挺精彩 挺震撼的时候 也混进这样的人群 不 这又是两 又是有不同的命题啊 从政治上 这毫无疑问 我们不会说因为专制制度 或者专制政府 他做过了一些 好事情 或者他里面有高效的成分 我们就赞美这个制度 对不对 这可毫无疑问 但我们就是我们是说呢 在做一个 理性分析的时候 是不是 也应该承认 他的高效的一面 或者说 民主制度里边 他也有 这个 现在还有一个概念 叫民主的崩溃 民主的回潮 民主的坍塌 甚至有认为呢 民主制度 是不是有可能 未来啊 叫民粹化 那么提出一种警醒 那我的意思呢 就是我在原理上 某种程度上 我是同情张伯树的这个观点 但是呢 在他运用这个原理本身呢 我是 肯定是不同意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 他的原理 我们要反过来 反求租给 我们反过来用到他自己身上 我们就发现 那他自己也有 选择性 这个忽视 为什么呢 他把这个中国政府的 隐瞒疫情 和西方抗疫不利之间的因果联系啊 他就完全没有建立起来 其实中国政府 隐瞒疫情 严重的误导 甚至欺骗了整个的西方 其实早在 一月份 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 轻描淡写的 不会这个人传人 这个病情很轻 死亡率很低 这个是 可防可控 以他们在 包括在世卫的这个 我们不需要再回顾这个过程 我想这个过程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共识了 那么刚才你所说的那一点 就是说这些东西 其实就已经 注定了西方的抗疫 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个正如胡平所说的 对 因为你这个这么多人 到了西方 你这么一种轻描淡写 这么多人铺天盖地的 就跟天女散花一样 你散到了全世界 这个疫情亿元 你那个武汉你是一个 亿元地 你说的这个景象倒是挺优美的 对吧 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说呢 事实上中共一个专制暴政 所能够采取的很多的手段 在民主国家民主政体下 是非常难以采取的 比如说 我在上一次一个小型的会上 我也讲过 起码有10点 就是中共他并不怕死人 但是呢 在一个民主政体下 这个死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而且呢中共并不怕去禁锢人民 而且在民主政体下 你禁锢人民 你要有很多很多的考虑 很多很多的程序 很多很多的这种 商量 这个甚至包括 层层政府 之间的做很多的这种 调研 甚至包括他在程序上要有一定的 这种法律依据 那么呢 还有这个 像一个专制暴政的政府 你想在这个我们已经在网络上 在那个 小视频上看到很多这种呢 一个带着一个红袖孤的人 随便就可以把它 遇到他 甚至可能并没有违反 什么规定的人 就按住了打一遍 你在这种民 在这个民主 体制下 这是不可想象的 是吧 那么当然 一个专制暴政的这种 铁腕般的手段 对于疫情 这样的事情 肯定是要比一个民主国家 要做的更加有效力 但是这样的效力 在一个民主政体下 他能够去追求 效力 而去打破 他本身建立了 半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民主体制的基石吗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这当中呢 已经是牵扯到很多很多复杂的问题 而把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混在一锅里面说的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了 就是 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下 当出现了严重的 公共危机 公共安全 这个包括公共 卫生安全 包括甚至是战争 或者其他的天灾人祸 那么已经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是不是可以 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甚至是 被剥夺 这个是另外一个大命题 我们刚才是 要说的是 就张博树他把他这个原理 应用到评价 这次疫情上 我的意思呢 其实他也有很多问题啊 他也带有某种 所谓的 选择性 忽视 就是 你就算是你的原理是对的 但是你把那个原理应用到你自己身上 比如说他提出了 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 整个这个疫情呢 很大程度他那里是天灾 那么这个结论你哪得出来 怎么会很大程度上是天灾呢 和平的争锋相对嘛 如果你早 早早的控制 你早 20号控制 23号封城 20号公布这个人传人 23号封城 如果早五天呢 早五天可能 会大规模的减少 减少80% 那么如果早 早两周呢可能 会减少95%的这个感染人数 对吧 所以 那么你 您说的很对 实际上这当中呢 不仅仅是一个在开始的时候 他的这种 有益 特延 或者 他实际上呢 还是 必须要回到一个 中国的这种专制体制 他并不是仅仅是最高层 习近平一个人的专制体制 他是已经是从上到下了 可能是如果我们分得很细的话呢 他是几千层的 他每一个层面 他都已经是拷贝了最高层的这种 直接的这种做法 那么呢 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当中 他们已经是 盘根错节 完全他们自己 不要说把中国老百姓网格化 他们自己也是完全网格化的 每一个人在网格当中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位置 被固化在那儿了 而这个人呢 他必须要全力以赴的去保住他的权力 而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 很难 不是很难 完全不可能像在一个民主制 底下 实际上任何人想去隐瞒这样的东西 在一个民主制下 几乎就是做不到 因为你不可能把你所有的你 相关的那些信息的出口 全部都收买 但是在一个专制体制下 他就是 正好是相反 因为 一个就像这个李文亮 像那个艾芬 他们还是有一点 其实呢你说我都在想他们算不算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 他们呢就是起码还有一点警觉作为一个医生 那么他们想把这样的消息 起码要说出来 而在这种情况他们 就像李文亮这样 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呢 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 一个专制暴政的体制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 就是不能够去 肯定他 不能够去表扬他 因为他自己已经有足大的 足够强大的 无所不能的国家机器 连媒体都已经信党了 那么他们已经表扬透透的了 而且恰恰是这种表扬 这种 这种 铺天 盖地的潮水一般的表扬 其实把整个世界都弄糊涂了 那么现在呢 难道还要我们在民主国家什么都看得到的这些人 还要我们挤出我们的 这么一点点宝贵的时间 用于去表扬中国政府的做法吗 是吧 我刚才我们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 就说从整体上 专制制度做得再好 他也 就近视专制制度 我们就说 像一服药 这服药如果是 披伤 是一杯毒酒 那里面有剧毒的成分 那么你说里面 还有 有酒精 很多有水 这个水和酒 酒精是好的呀 对吧 那么你 你整个这个东西 它是坏的 你当然整体不能表扬 但是我理解呀 就说张博树的意思呢 他这杯酒是毒酒 是吧 饮证 此可肯定是证 这个 我理解 我理解他的立场 对吧 但是呢 里面他 毕竟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酒吗 还有一些这个和水吗 那么 水和酒 本身 本身是好的嘛 那么西方相反呢 那这个 整个这个东西是好的 但是呢 里面也犯了老鼠屎嘛 所以你要把老鼠屎也挑水要批评批评嘛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是某种程度上 我是赞同他的 但是就整个他的结论来说 那我肯定我是支持扶贫嘛 因为 胡平说的那个比较在理 整个西方所谓的现在看起来 抗议好像 没有中国那么有效 对不对 疫情比中国严重的很多 死亡的人数整个的这个爆发的这个程度 规模那么大 那么严重 那么他认为呢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中共早期隐瞒疫情 这是埋下了祸根 这是主要原因 那么主要原因 已经决定了 西方国家 他不可能像中国那样 所以呢 胡平的最终的结论 就是说 习近平 整个中国政府 要对这个 西方的疫情承担主要责任 这是他的结论 那么跟张伯素呢 正好是确确实实 是 这个 有点针锋相对 所以我的意思呢 在这一点上 张伯素他 如果他把自己的 一套 这个理论 或者叫理念 如果贯彻到底的话 他也不应该得出那样的一个结论 比如说中国政府 抗议有效应该得到表扬 是吧 这个 主要是天灾 是吧 美国是因为政党政治和这个选举政治 甚至 他还举了个例子说 其中有一个共和党的什么议员 原来他如何如何佩服他 现在觉得他特别无耻 明白吧 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 我们要 回过头来呢 要分析 张伯素先生 他的原理对不对 他应用原理用来自己来评价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 应用的对不对 我认为他的原理是对的 但是呢 他应用到自己身上 他是这个不对的 我不认为 而且呢这个说到中国的这个所谓疫情的爆发 以及隐瞒 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失误 这不是一个错误 因为他在中国这个政体之下 他是一个必然的东西 他是一个罪恶 因为不管是这一次的疫情 还是上一次的SARS 还是 还是朱温 还是情有感 还是所有的一切 中国政府都在尽力隐瞒 这是他的这个权力的结构所 一定会做的东西 而不是这一次 说正好是出了一个失误 他隐瞒了几天 结果呢 后来怎么怎么样 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如果能够一直隐瞒 他会一直隐瞒下去 只不过呢这个后面是没有办法再隐瞒了 而他之所以后来封城 也是一个出于不得已采取的一个 措施而已 而我们不能够因为他采取的这个措施 就去 就去赞美他 你看 中国政府做的多么好 他居然可以 这么聪明 这么果断 这么勇敢 这么决绝的 可以封城 而且呢 这个中共的这个封城 他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次生灾难 而这些灾难 是老百姓买单的 中国政府是不会买单的 而那些东西呢 在中国是不可能被追究的 是吧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无穷的这些问题 所以呢 我不认为 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立足点 他的理论是对的 我认为从一开始就是错 谢谢 其实这里面有个 我们 再花几分钟啊 大概的 聊一个 基本问题 就是这里确确实实 有一个 大问题 中国政府 他为什么 在那么短的时间 确确实实 啊 把这个所谓的疫情 控制的相对是比较好的 那么西方呢 弄不好西方 我跟你说是 确确实实有可能变成前面 就混在一起了 但是西方呢 有点 扭扭捏捏 有点这个 又要维护这个自由 这个这个基本的人权和自由 一会儿是松一会儿是紧 现在 你们现在 我还没有控制 又要重新开放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清水和脏水 你原来 分了半天把它分清楚了 或者试图分清楚 结果很快要 混混在一起 因为很快要混到一起的时候 你清水和脏水又混在一起了 那你怎么控制吧 我就问你吧 西方这么搞下去 你觉得很快能控制吗 这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 就是如何应该有效的 现在探讨的问题就是说 西方是不是可以采取 雷霆手段 把疫情彻底的控制住 所以恰恰呢 在一个民主国家 实际上采取一个非常果决的 这个雷霆的 损害人权的手段 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程序的 而整个人类在经过了 是我们知道他有很多扯肘 现在问题探讨的就是说 该不该 有一种果断的方法 如果说我们的结论是说 不该 还是人权 自由 这个平时是 什么样的人权和自由的空间 这个 有一起了 也不能受到 太大的随碍 如果西方国家整个世界 在最早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获知了这样的一个病毒 他的这种杀伤力 人传人的事实真相的话 那么当然这些国家会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这样的预防 也恰恰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因为中共 在一开始 是千方百计的去隐瞒疫情 而又 很可能是 收买了世卫组织 帮他去隐瞒疫情 而同时他又有那么强大的 在国际社会这样的一种 大外宣的 无数人的 在为他说话 才使得许多国家 包括加拿大 是吧 才使得这些国家在 这一次的防疫的情况下 如此的被动 那么现在你说的这个情况 我也可以问你本人 如果说 在 2月初的时候 你是从 中国回到加拿大 而那个时候呢 我们还不知道 能够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 如果你被留在了 机场 被 果断的 去要求隔离 甚至 因为你有一点发热你被遣返回了中国 你认为 你会接受吗 你肯定会跳起来呀 对吧 你肯定会 大家鞭挞加拿大的民主制度啊 你肯定会说在加拿大根本就没有言论自由啊 而 今天当我们看到美国已经有 多少差不多快10万人的这个死亡数字的时候 大家都回过头来 说下了一身冷汗 是吧 但问题是 这当中是有一个先后的这样的一个英国 以及这个我们所获取的信息的一个 一个顺序问题啊 我们这个看样子这个一时半会还是不会有结论啊 我的意思是很清楚 民主国家 他在抗疫的时候 他确确实实 他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我承认 他可以 做得更果断一些 是这个自由也好 人权也好 在某种情况下 是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 甚至是剥夺的 所以我就已经好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府了呀 是啊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 我们之间 就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本质性差异 因为刚才我们 我们今天是来聊 张伯树和这个胡平两人的他这个观点对吧 特别是张伯树 他提出了一个原理 然后呢 又把这个原理拿去适用了以后呢 得出了很多结论 我们是分析他那个结论呢 是有问题的 其实 其实我有点感冒 你说老说张伯树 张伯树 其实 张伯树先生我认识他 而且我也跟他接触过 我还去过他家呢 对于他这个原理 就是非常尊重他的 就是论事嘛 我们就做也是做个分析嘛 对我们就是完全针对这样的一个观点 完全是谈观点嘛 我们又没有 伪造他的任何的什么事实 去毁灭他 毁谤他对吧 是我们说 这事实都摆在这嘛 我们只说用用他的原理 那既然 你说不应该有选择性的 这个这个 选择性的忽视忽略 其实 不应该选择性忽略 那么 那么谁 大家都不应该有选择性的 对吧 所有的人 你在任何的一个公共议题上 公共事实际上 你实际上你都是有选择性的 因为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对吧 你肯定是有偏重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是这样 就是作为 他体制这个叫 应难要求 就是说 比如我们平常 我们要 评价一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要 充分 完整的掌握一个 有关的事情的这个事实嘛 如果我事实掌握的不全面 我就可能 可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有的人呢 他是这样 确确实实在有一种思维呀 就我不喜欢你 比如说啊 那么当有人 捕风捉影的在污蔑你的时候呢 我不去做调查了解 其实我稍微动你脑筋我去调查一下啊 原来啊 他们批你一个裸照啊 其实是完全是伪造的 因为我已经先入为主了 我选择性的我就不去了解 甚至旁边有一个人反在反驳呢 我就不听他的反驳 我就听那个人的指控 我的意思呢 这是做一个 因为吻合了你的价值观 因为吻合了你一开始的这种心态 作为这种思维的方式 确实是不应该 因为很多人呢 他是感情用事 或者是偏听偏信 或者是 他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去收集这个证据和事实 然后呢 把这个甚至明明在那里 你故意视而不见 你目的呢 你要你怕他会防卫 你要去得出一个 你所不愿意得出的一个结论 所以在选择性失明 选择性 这个忽视 那确实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很多人呢 确确实实 所以我们叫他不客观嘛 所以为什么 在价值哲学里面 有个基本概念叫价值中立 就首先 你别先下结论 这个东西好啊坏啊 对啊错啊善啊恶啊 先别急于下结论 但是对于专制和民主 对于专制和民主 自由和禁锢 这个呢不能够拿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来作为一个 一个平衡 平衡的这样的一个 比对 那当然现在 现在不是涉及到 自由民主和独裁专制两种政体的对比 对吧如果这两种美国当然是这个两种政体的比对 现在他们 他们评价的具体的一个事件 或者说一条原理 作为一条原理在任何时候 说不应该有选择性的 市民 选择性的忽视 这个 我的意思啊 这一条原理 是可以 是应该能成立的 好了今天我们 假如说这个命题是说 为什么美国不能批评 加拿大不能表扬 这是可以的 但永远也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美国是不能批评的 加拿大是不能表扬的 所有的媒体个人政府组织都是在 不批评美国 然后在 批评加拿大 这种现象本身永远不会出现 所以说呢 我确实认为这个命题的立足点本身 是不对的 你认为命题本身不对 就原理本身不对 还是结论 他的原理 他的命题 他的立足点 他的价值观 他的系统都是不对的 你就说你的意思 这整个整个就是不对的 OK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吧 观众们 谢谢你们 也欢迎你们参与 先这样啊 再见了 谢谢 再见 欢迎批评 欢迎批评 对 欢迎批评 欢迎批评 欢迎批评